二百八十六 大公報 再見十二譜虛實家錯 2015年7月15日文化B10藝術賞色何俊輝良亭拔編劇 袁富華導演的影畫戲作品再見十二譜 劇名中的十二譜雖是虛構的地方 但從戲的處境、角色與台詞處理所見 是寫實的而令人聯想起近年香港的一些舊區重建例子 如觀塘 灣仔里東街 漢時會感到編劇 對舊區重建如何改變社區的面貌與影響一群街坊 造了大量資料搜集 舊區重建街坊感情再見序幕 原居於十二譜的劉志清 李耀其色 帶領一群導賞團遊客參觀重建後的十二譜 劉志清跟相遇的舊街坊張圖文 陳德永適 四位穿其譜的貴者 分別由李家文 嚴永恩 吳海恩 塞麗拿色同一個角色 與一群群眾演員透過虛實加錯的編導手法 既把十二譜從一百年前到2015年之間的歷史概述出來 由始一段段歐勒十二譜民生狀況的瑣碎 情景像電影《蒙太奇般》沒現於演區深處 從十二譜有十二座倉庫 到變成十二棟不同顏色的堂樓 再到2005年後清拆性兩棟堂樓 以及世代相傳的老店大多於2005年後結業 只有榮樹下的土地供俄立百年營可供街坊拜祭 都在台詞處理想令觀眾對十二譜的歷史有清楚的了解 並引發了追看肉 《聚莫氣候》編劇集中寫2005年十二譜眾街坊收到重建通知後 對支持或反對重建譜有很多不同看法 以氣的不足亦由概述 勾勒變成對這地方的人 情、事、物作細緻刻畫 如經營眼鏡鋪的太和審 陳家形式 提及自己會罵無心會理傷眼的顧客 老面家老闆 羅啟聰息 不怕瞞不講理的食客大發脾氣 君仰觀眾強烈感受到舊區小店體現出來的人情味是一份為顧客 好總比賺多一點錢重要的真性情 相反老面家驚下一代接手後則與人賺錢折上兼管理 服務機械化之感 看時自然感到唏噓兼值得心思 為何舊店鋪著網耀變成連鎖店企業才可生存 為何老店小店與連鎖店並存的社區越來越少 值得一提示老面家老闆的兒子下為信由充滿同心的少年 人退變成言行謹慎 聖屬但不失朝氣的新一代生意人 飾演者陳賢永把退變前後的對比演得鮮明給人 角色心路未夠詳盡四位穿其譜的貴者 詭異地現身並眾讀來記 梁翠山式 他在十二譜開書店 替十二譜寫的歷史書 不者未能感受到四人中讀時有何分別 用其譜象徵舊的人 情、時、物隨時代變遷流勢 雖鐵詞但不見其譜包含十二譜的地方特色 情況像簡陋露報警呈現的清拆 從見縮影與屢似播出的音效 都在象徵 環境氣氛的處理上欠缺足夠的心思 難使觀眾對十二譜產生更多更深的體會 其中一位貴者有融入其他角色生活的氣氛 他思念離世丈夫而顯得瘋癲 不斷怪責臉甸老闆把當年丈夫愛吃的狗棍與乳皮 改為門線乳皮 人生的無常無奈被編劇寫得細膩巧妙兼 能讓演員演活當中的情感力量 觀眾而同情者陷於困局的角色 歸者的瘋癲氣亦有缺點 就是在交代瘋癲因柔和被瘋癲困擾的心努力情上寫得不夠詳盡 削弱了角色的感染力 黎迪詩 張貝林式 在前男友來自齊與新戀上的章圖文之間難作抉擇 則見編劇將表面通俗的三角戀寫得具心意 神采 原來羅 張同時建築師 分別在於羅志齊可為賺錢暫時放棄結婚和不小原則 跟從事社區保育 人情未兼可為有情放棄愛情的張圖文有行力 豁育力觀 對立戲的演技處理會盡兩代人的衝突 台詞提及也是建築師 先後戀想隨之摩與梁思成的林輝音 此根黎迪詩 張圖文 羅志齊的三角關係作比較 令比較之下產生更多值得觀眾細微的情路 人生路現象 梁思成於二戰時協助美軍 使中國與日本不少具歷史意義的建築物能避免戰火摧毀 劇中透過這段歷史指出對歷史尊重 包括對舊社區的歷史 便能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 十二譜的街坊向來相處融合 奈何賠償的不平等分化了眾街坊 獲賠償多的人 如棉家老闆 不懂體量獲賠償少的人 從那些遊制度出問題 漠視 不尊重嘴臉即累成的困苦與怨言 可見編劇針對現今很多社會問題 包括貧富懸殊 把當中的成因寫得一針見血 劇中既帶出教科書為賺錢而不斷改版 由描寫港人參十二譜清拆前一波風去遊覽 都反映香港人的心上被貪欲、揭力 空虛和逼人的想法纏繞 難以將劇中的劉志清與海偉順般沒得舒暢 飾演劉 下的兩位演員多次拿光歐之棍扮駕駛單車 扮演時體現的是小朋友玩遊戲的單純之心 及一段真摯的友情 讓人看後不敢向往 謝謝大家 不用揭開 搭開